生活着上百万人的殖民卫星发生爆炸 人们辛苦经营了数十年的成果 也在此刻烟消云赛 惨剧发生的原因 便是由于外星人的攻击 上级说到外星人对殖民卫星发起攻击之后 司令官便让所有的市民都进入到卫星中部的中轴里面 只需要使用戈籍号战舰将中轴拖走 便能够赶在卫星爆炸之前离开 可不妙的事情发生了 外星人似乎察觉到了他们的计划 朝着殖民卫星内部飞去 而未转移任务保驾护航的男主 此时却被敌人有计划的拖延阻拦 他知道男主打造的多姿步枪威力巨大 便不断的拖延夺闪让其无法发挥功效 可就在这时候 男主先前救下的超能力少女幽灵再一次发挥了作用 他把自己敏锐的知觉传输给了男主 让男主一下子便识破了外星人夺闪子弹的走位习惯 随后他调整弹道 果然就击中了外星人 他抓住机会 上去直接一枪贯穿了外星人的机体 终于是搞定了这个难缠的家伙 可不妙的是 另一个外星人已经冲入了殖民卫星的内部 开始对着卫星的司令部进行猛烈的轰炸 因此来打断司令官转移中轴的计划 因司令部遭到破坏 转移中轴的计划便失去了指挥 外星人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后 便再一次离开了卫星 刚一出来 便碰到了赶来的男主 立马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可这外星人的速度比之前任何一个都要更快 男主几乎无法命中一枪 眼见局势不妙 游灵再一次站了出来 他不断的指引着男主 往不同的方向射击 精准的预判 让速度极快的外星人也无法招架 一连被击中了好几次 而司令部这边也传来了好消息 虽然司令部被摧毁 无法指挥中轴转移 但是司令官仍然还留有一口气 他跑到备用的警察指挥部那里 也成功利用备份的终端 解除了中轴上的固定卡扣 让中轴与致命卫星断开了连接 伴随着所有卡扣的断开 格级号指挥官立马下令全速前进 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把中轴从殖民卫星上面拖出来进行转移 可男主还没解决掉那个外星人 外星人见转移就要成功 便决定让过男主直接去摧毁掉中轴 男主仅剩下最后一发子弹 命中之后仍然无法摧毁他强大的装甲 他无可奈何 便只能张开双手 拦在外星人面前 表明自己绝不放弃的决心 外星人察觉到殖民卫星即将爆炸任务 肯定能够完成 便不再与男主纠缠直接离开了 眼见中轴的转移就要成功的时候 殖民卫星果然就发生了爆炸 因为内部架构的损毁 导致一根巨大的钢架直接砸到中轴上 钢架刚好查住了中轴 让格级号都被强制停止了下来 如果强行拉出来的话 则很有可能会把中轴损毁让一切都功亏一篑 距离殖民卫星的爆炸只剩下一百二十秒 格级号的所有人都觉得已经没有希望了 可就在这时候 殖民卫星内部突然出现了一架飞行器 而驾驶他的便是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司令官 他沉默不语 毫不犹豫地把飞行器撞向那根钢架 伴随着飞行器的爆炸 钢架终于是断开了 格级号抓住机会 直接踩死油门把中轴往外部拖转 最终 成功在殖民卫星爆炸之前救下了百万计的生命 功德无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